外埔一间创立已经有40年历史的车挂载具企业 因为创办人热爱大自然 公司的新营运大楼就请来东海大学建筑师 以绿建筑方式来设计 除了利用格栅的通透性 让办公室有明亮的自然采光 还能够降低热风灌进室内的效果 希望借由这当地少见的绿建筑落成 让更多企业加入节能减碳的行列 精彩的五龙五师演出替活动巧认气氛 紧接着众人手持精简 一同宣布新营运大楼与厂房正式落成启用 外埔这间成立已有40年的车挂载具企业 因为创办人热爱大自然 舍弃豪华气派外观 选择打造流线造型的绿建筑大楼 公司的使命是追求卓越以人为本 全方位的户外休闲活动 环保爱地球 基于这个理念 所以我的新建筑一定是要一个 以我们的自行车载具作为理念 然后发想 以廊道格杂 让里外是可以对流的 是可以convection的 秉持着台湾中小企业 认真打拼做 努力的想办法让自己学习更多 同时把学习的成果 不管是土法练钢 还是照本宣科 就简单说 真人真真打拼的精神 从制成的改善 产品的制造 一直到要行销全世界 这就是台湾中小企业最厉害的地方 根本不不简单的 传统三约做四十年 还有台湾控台 我担经历台湾台中 我担励就继续这边 用这个外人共识 我们一定要去代表市政府 去跟我们接受 各式车掛载具并列展示 除了可以载自行车 冲浪板 也可以搭载露营用具 也因为商品多与户外体验有关 大楼的设计也格外活泼 不但利用隔渣 让阳光能够自然投入室内 布幕一掀开 阳台步道还能够种植香草 贯彻与自然对话 与环境共生的理念 因为我们一般家里面的窗户 都是小小的 可是在这边的窗户是很大的 而且大量的绿化跟透明的建筑 让你觉得那种光线跟透度是很舒适 除了大楼设计巧思外 一旁还设置了庭园 不但种植各式茶花树 还有池塘凉亭造景 有别于冷冰冰的水泥大楼 充满温度的绿建筑 除了节能减碳 也让当地的企业形象 有了不一样的风貌 记者林轩 台中从不倒